对于糖尿病,相信大家都听说过,也多多少少了解一些,但很多人都对于糖尿病知道得还不够全面。 今天就为大家普及一下,医学界定义的糖尿病。糖尿病是一种高血糖所导致的代谢性疾病,由于胰岛素分泌绝对互相对不足,而引起体内糖、蛋白质、脂肪代谢异常,以慢性高血糖为该病的特征,患糖尿病时会长期存在高血糖,导致各种组织,尤其是眼、肾、心脏、血管、神经等器官功能出现障碍。 糖尿病的临床表现具体如下,一、容易饿,吃得多。 由于体内的糖分被当作尿糖排除体外了,所以吃进去的东西,不足以维持身体需要的热量,导致患者总是出现筋感。 即使吃得很多了,但是还是感觉到鸡肠碌碌,二、手发麻,脚抽筋糖尿病的早期症状,就是出现手发麻不灵活,脚发抖或抽筋,并且还伴随着腰痛,走路走不久的情况。 三、多饮、多尿,尿液有酸甜的气味糖尿病人,会经常感到口渴,需要喝水,因此经常想要小便,而排的尿液会呈现出白色,并有甜酸的气味,出现此症状,说明体内血糖较高了。 四、眼睛疲劳,势力下降糖尿病患者,眼睛容易疲劳,势力急剧下降,经常看不清楚东西,站起来的时候眼前发黑,眼睛忽然变成了近视,出现了老花眼等症状。 对于患有糖尿病的人来说,最重要的人就控制体内血糖,以防血糖再度飙高,威胁生命安全,那么,怎样才能比较稳妥地降低血糖,避免糖尿病加重,请接着往下看。 最近,了解到在我国东北有一种树,明幻白化树,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这种树,这种树最精华的部分,就是藏在树上的一种小丑菌, 这菌虽然长得丑,可当病人都知道它可是降血糖的宝贝,并称它为化树之菌,化树之菌吸收了白化树的营养成分,因此菌体富含了能够调血糖的多糖和多种氧化三贴类化合物,植物纤维,类物质,这些物质联合在一起,达到促进胰岛素正常分泌的作用,起到调节,稳定,降低血糖的三重作用。 这菌要这样吃才有效,化树之菌茶化树之菌都是整块的,直接食用或是切块泡水,都是错误的吃法,因为人体根本就吸收不到里面的降糖成分,所以建议大家,把新鲜摘来的菌晒干之后,利用打碎鸡浆菌打碎成分,细腻的分质会提高人体的吸收率,降血糖的效果也会翻倍。 音乐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